小子 省省吧你 这就是一个学生妹 她哪来的老公啊 可是话要说回来了 就算你真的是她老公又怎么样 这个女人 今天我闻定了 机关头身后的两个小弟 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其中一个人指着叶浩轩吼道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要清楚 就算她真的是你老婆 但是山鸡哥看上了 那就不是你老婆了 识相点的马上离她远远的 让我们玩够了再还给你 不然的话我们玩够了 还要卖她去坐台 你信不信 对 山鸡哥今天的心情不错 你不要不识台举 把你老婆奉献出来 听见了没有 另外一个也叫嚣道 你有老婆没有 叶浩轩盯着那家伙道 如果你有的话 我觉得你倒是可以把你的老婆奉献出来 让你的山鸡哥玩玩 哦 对了 你们这些小混混们 老婆几乎都是公用的吧 哈哈哈哈 你们谁没有上过对方的马子呀 我说的对吧 叶浩轩笑了 你妈的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号称山鸡哥的机关头怒了 他指着叶浩轩狠狠地说 你们两个 去教训他 把他给我往死里打 他妈的老子还不相信了 现在还有这么不识相的人 山鸡哥 你放心吧 这两个人握着手指关节 他们的手指关节发出了一阵声响 其实这些在叶浩轩看来 这完全就是虚张声势罢了 这些打架喜欢让关节响的 这大部分都是一些啊 中看不中用的家伙 喷喷 两声闷哼 让这两个家伙应声倒地 叶浩轩在一步走上前 一人踩一脚 然后两人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一动也不动了 你 你是谁 机关头吓了一跳 他的两个小弟虽然不是高手 但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人物 可是 他们在叶浩轩的手底下 连一个回合都走不过来 这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谁 叶浩轩笑了 他向机关头比了一个中指 我是你大爷 啪 机关头的脑袋如遭重击 他也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看着在地上趴窝的三个人 叶浩轩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皱 他今天来这里是办正事找人的 可是现在人还没有找过来 他就先动手了 哎 冲动是魔鬼啊 这要是让这厂子里的人知道了 今天的计划可就有些麻烦了 他一眼看到一边有一间仓库 这里面是清洁工 放清扫工具的一个小仓库 一般来说清洁工只有早上或者晚上下班以后 才来这里去这个工具清扫 叶浩轩把门打开 然后依次把二人都拖进了这个仓库里面 咽上了仓库的门 这才作罢 老公 老公我好热 老公你抱抱我 刚刚收拾完这一切 刚才的那个女孩又送上门来了 他抱着叶浩轩 一个劲地往叶浩轩的怀里钻 这让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 他是真的拿这个女孩没办法 无奈 他只得一手半抱着这个女孩 抱着她来到了一间洗手间里面 然后开始行针 对于这种烈性的迷幻性的药物 如果要用药物化解的话 会很难的 所以叶浩轩只得用催吐的方法 为他解毒 让他把身体里的毒 全部吐出来之后就没事了 可怜了 这个女孩足足吐了好几次 直到最后 胃里是一点东西 也不剩下了才作罢 叶浩轩递上了一瓶水 女孩接过了叶浩轩手中的瓶子 喝了一口 继续吐 在治疗的期间 也有人进洗手间来 看见这幅情景 都是一副我懂的意思 然后匆匆地解决完了 私人的问题便出去了 叶浩轩不由得有些苦笑啊 看来今天闹出的误会 有些大了 怎么样了 还吐不吐了 叶浩轩眼见女孩 手中的水瓶见底了 她又递上来了一瓶水 女孩接了过来 喝了一口 这一次 她终于不再吐了 不 不吐了 天哪 我差点把我的肠子给吐出来 太难受了 真的是太难受了 女孩终于清醒了 她俯着还有些恶心的胸口 我看你的年纪也不大嘛 小小年纪 跑到这种地方干什么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看着女孩 她摇摇头道 好好读书 在学校听老师的话 不要老师往这种娱乐场所跑 你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大叔 我干什么 好像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吧 女孩不屑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对着叶浩轩翻了两个白眼 是吗 用不着我管你 叶浩轩笑了 这个女孩还真是叛逆 谁能想到这个丫头说起话来这么不饶人 对 我用不着你管我 我爸都管不了我 何况是你 女孩拿起水 又喝了两口 把空瓶子直接丢掉了 哦 那刚才是谁抱着我一个劲地叫我老公呢 叶浩轩笑了 她是不知道自己刚才出事的时候的丑态吧 这种小丫头 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你 女孩语色 她气呼呼地瞪着叶浩轩道 我警告你 刚才的事情 你不允许对任何人提起 不然的话我跟你没完 叶浩轩总算是看出来了 这丫头虽然打扮得有些叛逆 但是事实上 她不过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小丫头罢了 虽然做的事情有些惊人 但她还是怕自己出仇的 刚才她抱着自己叫老公的事情 想必她心里有数 呵呵 这不一说她就怕了吗 放心吧 我有女朋友 我说出去 还怕我女朋友会误会呢 叶浩轩 我怎么打扮 我去哪玩 跟你没有多大关系吧 女孩怒了 她向叶浩轩挥起了粉泉道 我告诉你 我可是还有后台的 你要是招惹到我了 我的后台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哄 你这么一说 我好怕怕呀 行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地方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你最好快点离开 喂 你就什么名字 我就许诗雅 女孩愣了愣 本来与叶浩轩斗嘴 她还挺兴奋的 可是没有想到叶浩轩说走就走 连个名字也不留 她连忙快步地追了出去 我叫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赶紧离开吧 这个地方一会儿可能 就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叶浩轩摇了摇头 她看了看时间 已经不早了 她得赶紧去办自己的事情 毕竟这一晃都一整天过去了 谁知道李如被劫持以后发生了什么 所以叶浩轩觉得 要快点找到她才行 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女孩一把抓住了叶浩轩 然后威胁性地伸出了自己的拳头 挥挥手道 你告诉你叫什么 我去放你走 不然 不然的话 我就大叫你费力我 女孩说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她就要大声地喊出来 这把叶浩轩吓了一跳啊 她来这里是找这里的老板麻烦的 如果这丫头现在叫出声来 惹出了一些麻烦 那今天晚上的事情就真的泡了汤了 好好好 我说行了吧 我叫叶无常 叶浩轩连忙一把摁住了她的嘴 她有些苦笑的道 哎呦 我的姑奶奶啊 麻烦你少给我找点事情吧 我今天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想让我少点事情也行 那你得告诉我 你今天来这里是干什么呢 女孩拿捏住了叶浩轩 她有些得意地说 找人的 叶浩轩不想跟她废话 她松开了这丫头 然后自己转身向前走去 找谁啊 你女朋友 啊 难不成是你女朋友嫌弃你穷 然后跟芳儿带跑了 所以你到这儿来找她 许诗雅有些好奇地追着叶浩轩问道 是不是大叔 难不成你真的被人虑了吗 我请告你 叶浩轩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了没有打她 然后正儿八经地说 我来这里是办正经事的 现在你没事了 你最好不要跟着我 不然的话我不保证 一会儿出事的时候 可能顾得了你 凶什么凶嘛 开个玩笑不行嘛 女孩瞪了叶浩轩一眼 她继续跟着叶浩轩 你 叶浩轩眉头一皱 她停住了脚步 她在考虑 是不是要把这个丫头 打晕了丢到一边去 可想想她一个女孩子 如果真的晕倒在这里 没人看到还好 如果有人看到了 还不直接把她捡尸回家呀 大叔 我无聊嘛 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哦 不管是干什么的 你都要带上我 我好奇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耽误你事情的 我来这里 真的是办正经事的 顾奶奶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一会儿场面真的失控的话 我顾不了你 那你就告诉我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你女朋友 是不是真的把你给绿了 许诗雅还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不肯松口 你 叶浩轩无语了 她盯着许诗雅道 你不用读书吗 哟啊 我高三 不过今天我逃课了 我跟着一高认识的哥们来这玩 许诗雅笑嘻嘻地说 然后你刚认识的哥们 给你下药 那有什么 虽然没有和男人那什么过 但女人嘛 迟早有一天那样的 许诗雅有些不屑地说 万一他们玩够了你 把你迈到某个地方坐台呢 我不坐 老娘岂是为鸡豆米遮腰的人 万一他们逼你的 叶浩轩冷笑一声 你呀 还是太年轻啊 逼我也不行 我就是不坐 许诗雅生气地说 你不要想拆开话题啊 我警告你 不要吓我 哪儿那么可怕 那我也告诉你 有一部分出去坐台的姑娘们 其实也不是他们的本意 他们是被人骗到了这里 刚开始也是抵死不从 但是那些人打他骂他 直到最后他屈服了 那是他们 我跟他们不一样的 许诗雅摇摇头道 如果我说他们到最后 是心甘情愿的 你相信不相信 叶浩轩看了一眼许诗雅 别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简单了 也别把坏人想得太单纯了 我不信 我认为除非是那个女人自己见 不然的话 哪个女孩也不会去做这种生意的 许诗雅摇摇头 那是你不了解坏人的手段 叶浩轩一边向前走一边说 你想想 如果你被人强被打 天天不给水 也不给你饭吃 甚至被人灌尿喝 你会怎么样 许诗雅愣了愣 他摇摇头道 我会去死 那简直没法活了吧 死 说得容易啊 但是死神真的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会格外地珍惜自己的生命 哪些坏人们 有人唱黑脸 有人唱白脸 等折磨你够了 就会有一个人进来给你送吃的 安慰你 经历了那么多的折磨之后 一个人的心是最脆弱的 到那时候 你就会心甘情愿地跟着那些人 去做那些事情 你明白不 这 许诗雅不由自主地愣了愣 她没有接触过那些东西 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这里面会有这么多的弯弯道道 你以为那些传销的人物 都是吃干饭的 叶浩轩笑了笑 有些时候给人洗脑 简直是太容易了 所以这种地方 你以后还是少来比较好 因为你这么漂亮 肯定会被不怀好意的人盯着的 大叔 我知道了 我以后再也不来这种地方了 许诗雅被叶浩轩的一席话 给吓到了 她点头道 那你现在回家吧 有钱没 没钱的话 这点钱拿去打车 千万不要来这种地方了 叶浩轩拿出了一张大钞道 我不回去 我还是想知道 你来这是干什么呢 许诗雅嘻嘻一笑 她还是不肯拿叶浩轩手中的钱 叶浩轩没办法了 她无语地摇摇头 反正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 信不信有你 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不过最后看到有些事情 你不要害怕就是了 我不怕 我才不怕呢 开玩笑 我是什么人 我会怕 许诗雅感觉自己 被叶浩轩给侮辱了 她黑黑笑的 大叔 你说实话 你以前是不是就是干那些勾当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啊 我是正经人 叶浩轩黑着脸 这丫头说起话来 一点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她难道一直是这样 没有遮拦的吗 正经人 我看不像啊 我可不认为正经人会懂这么多东西 许诗雅哈哈大笑起来 大叔 你就对我说实话吧 我懒得理你 叶浩轩摇摇头 她看看时间 已经不早了 她大步向前走去 你到底在找谁 你告诉我之后 我绝对不烦你 女孩固执地问道 她今天不把叶浩轩的话 给问出来 是不肯罢休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是扶了你了 我投降了行不 叶浩轩是真的投降了 她无语地说 我一个朋友 被这里的老板劫持到这里 我来找他 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你女朋友 不是 叶浩轩摇摇头 说起来有些复杂 等我办完了事情再跟你说 那就一定是你的女性朋友 许诗雅肯定地说 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这么伤心 这里老板我知道 刘洁 他可是这里地下世界里面 响当当的人物 虽然现在国家打黑 他们不得不转型 但是道上的人 还是给他面子的 而且他的势力很大 被他抓住了 你一个人闯进来 是找死吗 要不 我帮你报警吧 许诗雅问道 不用 我能自己处理这些事情 我告诉你 千万不要添乱啊 不然的话就更加麻烦了 叶浩轩摇摇头 他继续向前走去